字幕視頻 游泳 字幕視頻 河對面這個就是奧賽美術館 是個印象派油畫的殿堂 整個結構好像一個火車站 沒錯 他的確在以前做過火車站 不過後來因為車太長 入不到這個站 慢慢廢棄了 就成了一個美術館 寶貝館的建築保持著當年作為車站的特色 中間的天幕就是列車月台 大堂的中面被乘客對標趕火車 美麟一間酒店被鑽車客過夜 裡面十九世紀的ballroom也成為展覽的一部分 一張好的印象派作品會刻意被觀眾看到畫筆的不足 例如幕內撐陽傘的女人 綠色這幾筆就畫了很大風的農田那種草的韻律 畫家掃了很多撇合成長裙和卷雲 令你覺得背景有徐鋒飄揚的感覺 印象派是歷來最鮮艷的風格 故意不混合顏色 例如灰藍的水面近看 由藍白橙啡的色塊合成 即使同樣的景物在不同的季節時間 都會折射出不同的顏色 所以Pizzaro會畫成30張菜立河 來捕捉不同光影 這幅是Renoir在蒙瑪特山上描述一個party的情景 印象派的筆觸都很闊 所以不畫細節但畫到氣氛 例如臉畫幾筆就掃出來 最遠的就用一點來代表他跳得很快 只能看到一張帽子 印象派的風景畫很重視景密到光影 是考驗捕捉風景不同的神態 而繪畫人象就重視從身體到情感 是要考驗看穿人心的能力 Agadougar線上畫都市人的無奈 失焦的眼神是他的signature 當時畫家不會被尖銳的社會題材 例如Eward Manor這幅畫公園的窗記問題 之後去到印象派的後期 George Stewart開創了電話派 每一個平面都是由很多馬賽克的一點點去組成 非常浪費時間 聽說他畫一幅畫都要好幾個月 印象派的另一個分枝就是梵谷那種impastro 把顏料很厚地擠在畫上 有一個立體的凸出來 例如欣賞一棵花 每一個花瓣有一個厚度 印象派後期 將自己的情感override實物的輪廓 例如焦慮的時候 明明牆是直的都將背景畫曲線 梵谷割完耳朵的狀態就很適合畫這種畫 在梵谷的星夜中 星星為何看上去那麼光 因為他除了用很厚的impastro 之外 星星旁的輪廓都加了一陣淡黃色 反光圓木的感覺 所以他的星夜才這麼真實 到最後分枝就是高金保羅的原始主義 繪幻如說大溪地的女性 身體簡化成幾個邊緣的線條 裡面將它填飾好像公仔書一樣 整個畫面變得很簡約 更加能夠表達到當地的原始風情 走完美術館 我去了一間好似Ranwawa的露天茶座 今次在室外吃東西 我覺得現在這個環境 太陽從樹葉摺下來 一格格的畫面 我覺得我現在就好像在我的畫中 很放鬆 然後你問為何不介紹一些食物 因為今餐真的很難吃 感受一下畫就好了 所以直接跳去Dinner 在這間Cat Papa試試法國的另一個特產 鴨肝 大家可能會奇怪為何又是穿這件衣服 其實這是童鵝 童鵝 童鵝 我今天吃了兩頓晚飯 由晚上8點吃到凌晨1點 我們先試試鴨肝 很肥美 是便宜版的鵝肝 但同樣的美味 入口即溶 外面炸的皮脆 很香 入口的油脂湧出來 很誇張 連下麵包吃 很好吃 這個就是Occasin Church 底是鋼筋 上面加了石材的clading 面前很整齊的十二門道醬 你一個一個數就數到十二個 然後在上面就是一個Rose Window 它這次就不用過得Renoyens 那種扭曲得那麼厲害的Rose Window 它只是重複了幾個很簡單的八角形狀 在現代的鋼材上 找到一些古典的形態 例如橄欖、圖案、花紋 讓整件事有復古的感覺 即使它是一個現代的建築 你也不會覺得 同教堂的造型價格不入 看了這麼多藝術 如果想自己擁有一份藝術品 就可以過來蒙馬達少優廣場去買 羅法公看了一些 是一個標本放在博物館裡面 而蒙馬達這裡是一個活生生的藝術館 當年租金便宜 所以很多印象派的大師 都會來蒙馬達這裡作畫 印象派就是在這裡誕生 你看人們戴著帽子 整個畫家的樣子 你也可以讓他們幫你畫個超像 那我不客氣了 先選一個畫家 然後講價打個五折 要求他把我畫到有 不加索的構圖 和高筋保羅的色調 結果就變成這樣了 故事教訓大家 講價不要去到太準 Anyway 下山了 因為入閘機壞了 所以全線免費 總算節省一些車錢 來到法國最多現代建築的 LaDefense區 我們盤點從六十年代 到千禧年代的優秀作品 先講早期的現代建築 例如粗礦主義的LaDemi 有赴寧角的水泥外牆 和Lego坑文 雖然這種風格 畢竟了三十多年 近年北歐又流行 砌積木的建築靈感 看到這座水泥金字塔 仍覺得力久上身 由後面這一塊 用水泥去造的屋頂 下面是一個購物商場 只有三點支撐著地下 中間就有空心 即使它是粗礦主義的建築 但做出一個貝殼花紋 它一樣可以做到很優美 喬德商業區 當然不少後現代建築的寫字樓 第一棟優秀作品Tower First 底下看起來像Interlock的三角形 而頂就是螺旋形的卷軸 貫視KPF的風格 Iconic得來不會成為 中東那種挑戰工程極限的豪華項目 裙邊的尖廁設計 還好似葛特教堂的塔尖 這棟Heart of Defense 可以拆除兩棟高座加三個底座 面膜分佈得很平均 橫紋一大廈線條 配直線的彩虹噴泉 形成很有趣的對比 看看大廈的標誌 就是把整個建築物平放的屋頂 至於後面這棟就是D2 Tower 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它有些抄襲 太像Norman Foster Swiss RE Building 唯一不同的地方 就是Swiss RE Building 用玻璃外殼包住鋼筋結構 而它是用鋼筋結構 包住裡面的玻璃內隆 Inside Out 加上最頂加了綠化元素 很符合當代的審理標準 即使不是一線雙下 建築師都加了一些曲線 一些立體感 甚至打格仔令棟樓更有特色 這裡亦透過藝術品為整個社區 注入氣氛 Emily Young的四張棉紅 你可以免費看到很多名家的作品 去到Tower Elliott的寺宅項目 是迷彩的外形 只想起奧地利伯水先生的設計 不過我覺得這種迷彩的色調 太過暗額 有點像海洋公園 一些已經掉色的機動遊戲 未必能給人一個很漂亮的感覺 這區長期有地盤 和Under Construction 希望到時會有新的驚喜 今集的時間又差不多了 拜拜